青年的发烧话题来看到网路流行语点点点 有民众发现被纳入教育部的国语词典当中 通常用来作为无法描述的情节删略 还举例他们俩进了房间 底下的事就点点点了 但这样的用法引来不少家长的反弹 对于点点点被纳入词典已经很惊讶了 例句也觉得很不妥 有国文老师认为需要把点点点延伸意思 加入无言以对和有耐人寻味的意思才比较恰到 写功课查字典是不少学生的日常 但点开教育部国语词典修订本的网站 有民众发现输入点点点一词 竟然也被纳入词典当中 我也会点点点了 天哪这是什么东西 我是觉得不适合用在教育上面 条线吧 有时候也是蛮惊讶可以列进去的 会觉得感觉好像没有那么正式 进步看示意 网站解释是删结后的口语表示法 通常用来做无法描述的情节删略 对这样的用法解释 有国文老师这样看 把点点点纳入词典中已经引起不少网友压抑 再往下看教育部给的例句 写着于是他们俩进了房间 地下的事就点点点了 这更让部分网友直呼傻眼 他的那个例句我觉得更不适合了 那进房间是要让人有狭想的意义在的话 那我觉得就不太适合放在教育部词典 教育部国语词典修订本的网站 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收录争议 2005年时就曾将童话故事 三只小猪也列入成语词典附录 用以形容多用心不偷懒 才能有最坚固的成就 不过目前三只小猪已从词典中删除 这回又出现点点点这样的争议 也在掀起讨论 这杨宗燕王秋明台北报道